第506集 我去参加好了 经久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知道摆脱死亡阴影,对一个人来说会形成怎样的精神冲击。 很多年前,她看完世月峰珍藏的所有修行典籍,确认自己应该能飞升的时候,也曾经这样高兴过。 所以她这时候给了银发少女极大的耐心与宽容,允许她坐到自己的身上,甚至让她亲了自己一口,但这就已经是极限。 当钟离子抱着她准备继续亲的时候,她伸出一根手指抵在她的眉心,极其冷漠地把她推离了自己的身体。 钟离子没有挣扎,乖乖坐在她的身边,双手抓着她的手,看着她嘴巴一扁。 便准备再痛快哭一场。 不准哭,说。 钟离子抽了抽发酸的鼻子,抓着她的手。 我,我的病好了。 井九摁了一声。 钟离子的心情依然在激动,没有注意到她的反应太过平静。 我现在指标特别好,情况非常稳定。 教授们说,可能是前面有一次轻易优化没有完全失败。 这次因为什么事情,被偶发激活,不过他们还要再研究。 恭喜。 钟离子越想越开心,又莫名地难过,看着她委屈。 这时候我想抱抱你不可以吗? 这是与我又没关系。 抱我做什么,别想占我便宜。 说完这句话,她再次发现自己的话,比在朝天大陆的时候确实多了不少。 不过准确来说,当南望在洞府里烧掉那句尸海之后,她的话就已经开始变多了。 钟离子看着她的眼睛。 甚至你之后,我的生活有了很多变化,越变越好,甚至发生了这样的奇迹,当然与你有关。 她站起身来,望向夜空里的繁星双手合十。 明天我要去穿火塔还愿,感谢神明拯救了我。 京旧心想,那你可要谢错人了。 钟离子收回视线。 你陪我去吧。 不要。 第二天,京旧靠着墙壁看着对面的穿火塔,感觉后背有些发痒,有可能是心理因素。 也有可能是管理局里的引力厂的原因。 要知道,她对任何可以威胁到自己的东西,都有一种天生的敏感。 穿火塔是一座多层建筑,与朝天大陆的佛塔并不相似,反而有些像南河州的那个拍卖行。 这座建筑每层都比下面那层的面积要小些。 圆形的窗廊欢迎所有风与信徒的到来。 可以看到斑驳的彩色玻璃,如果窗户开着,则可以远远看到那些满是神圣意味的壁画。 她看着穿火塔三楼祭堂的正厅。 钟离子与别的信徒一道坐在椅子上,双手合十。 虔诚地祈祷着什么? 朝天大陆也有很多妇人会做还愿之类的事情,她对此并不陌生,只是想着小姑娘没什么钱,不想她被骗得太多,才会过来看看。 当然,更重要的是,她还有件别的事情要处理。 管理局的侧门开启,几名政府官员行色匆匆地走了出来。 有个人手里拿着一杯饮料,景酒记得很清楚,通往弟弟的执行通道里提供的便是这种饮料。 一个穿着薄蜂衣的中年男子低着头走了出来,冒眼下的金色头发看着就像杂乱的稻草。 中年男子走过景酒身前的时候,忽然停下脚步,有些不确定地望向他。 是你。 景酒摁了一声。 这名金发中年男子便是弟弟实验室的著名材料科学家汤古,他的眼神有些枉然。 这些天我的心里一直有个声音说,我在这个时候上来找一个人,我很感谢这是一种意识控制,但为什么我不抵触这种控制? 既然你的意识被我控制,又怎么会抵触这种控制? 这句话听着就是句废话,仔细品味依然是废话,但对两心通这种禅宗绝学来说,是一种需要。 即便是他,想用两心通长时间控制一个智慧生命也是很困难的事情,隔一段时间便要做一次加强。 你要我上来做什么? 我的卷宗材料,最近有没有谁接触过? 那些卷宗材料放在专用网络里,如果他动用云轨手段长时间监控,需要在里面写入代码,那样早晚会被发现。 就像他写在那艘战舰上的代码,现在就已经被清除了几条,不过他设置的是定时发送,并且中间做了足够多的信息月桥,联盟军方没有顺着线索找到他,还在内部自查当中。 汤谷摇了摇头, 本来就是绝密资料,院长来过一次之后,便再没有人问过这件事。 警救心想,等雪姬找到了自己后,就带着他去趟主星的联盟科学院,从那个院长往后面挖一挖。 他摆了摆手,示意汤谷离开,看着就像一个不愿意接受家长关心的不良少年学生。 汤谷准备走的时候,忽然停下脚步,望向蓝色运动服没遮住的那双眼睛,犹豫了会儿后,问道, 我能不能跟随你? 那是你的需要,不是我。 说完这句话,他不再离此人,望向接对面的建筑。 钟离子在与一位主教说着什么,正是曾经想对他传道的那位主教。 那天那位主教曾经说,追随神明不是神明的需要,是信徒的需要。 夜深人静,星光如水,景久躺在露台的椅子上,看着星海边缘处那颗不起眼的星星。 你在看什么? 钟离子确认他穿着衣服,端着两杯茶走了出来。 景久接过茶杯喝了一口,确认不如故亲,但比景离媳妇儿强, 茶叶不行,水温合适。 你相信真的有神明吗? 白天那位主教与他的对话,他听得很清楚,钟离子想了想。 我姓。 为什么? 主教大人说,最近我身上发生了神迹,是因为我遇到了了不起的人。 然后? 你应该把神迹带给更多人。 比如? 比如,你去猜选女祭司。 女? 祭司? 钟离子调皮地笑了笑,端着茶杯在他手里的茶杯上,轻轻撞了撞。 你生得这么美,谁能看出来性别啊? 但我知道自己的性别。 钟离子现在摆脱了死亡的阴影,显露出了更多少女的性情。 性别重要吗? 不重要。 对一名飞升成功,寿缘绵长,一心大道的人来说,身体是什么都不重要,外貌也不重要,那性别有什么重要的呢? 当然,这不代表他会去参加什么女祭祀的征选,因为那件事情更不重要。 你还没说呢,那里到底有什么?你经常看着那里,没有什么星星啊。 钟离子端着茶走到露台蓝边,望向夜空某处。 那里有很多神明。 钟离子觉得他在开玩笑,想着主教说的那些话又有些茫然,难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真的是神迹? 他的眼神渐渐变得坚定起来。 既然你不去。 那我去参加好了。 他说的是女祭祀的征选。 当初在弟弟街区公寓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到星门大学当交换生,便有可能现场看到女祭祀征选的结果。 现在他决定参加女祭祀征选。 对银发少女来说,毫无疑问这是他十六年来最有勇气、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钟离子会做出参选女祭祀的决定,大部分是因为病情的忽然好转。 生命活力来了一次全面爆发,当然,与他与主教的那段对话也有关系,那位主教说的话看似随意,只是典籍上常能看到的对神明的赞美,实则极为巧妙地做了引导。 朝堂上的官员以及村子里的神棍最擅长这种事情,远比一毛斋的书生要强,对此警久也有非常清楚的认知。 当天夜里,他让钟离子进入深层睡眠后,布下成天见阵,从露台上跳了下去。 风落无声,悬浮列车隧道里的风则带着呼啸的烈响,半分钟后,他到了首二都市最清静、最贵的庄园区。 找到了那名主教的家,吃饭的第一个动作是拿起筷子,他当然第一时间先控制了那栋别墅的网络,解除了所有的防御。 如这个世界里的那些小说情节一样,主教过着极其豪奢的生活,家里真可谓是金碧辉煌,如果是来自地下街区的孩子,看到这样的画面,必然会心生出极大的愤怒。 仅旧是在皇宫里出生的孩子,过了千年的仙人生活,自然没有什么感觉,挥手让那名主教陷入沉睡,视线一扫,确认此人的大脑里没有自毁装置,便开始读取他的记忆。 他不想让对方变成白痴,只把玄音宗的搜魂秘法催到了第四层。 在搜魂秘法的感知里,对方的意识是一片迷雾,屋里不时会有画面出现,就像这个世界流行的超验意识流小说一样混乱,就算直接阅读,也很难看见客观的真实。 微风从恒温器缓缓地飘出,刺激了草原里的微风,应该是加了某种香。 一道剑光从景久的眼里生出,那些信息碎片,在剑矢与两心通的双重加持下,渐渐组合成完整的画面。 他没有去窥视主教童年阴影的想法,只是在看最近这些天,看到了枯燥而反复的诵经,开会以及步道,看到了很多信徒虔诚的脸,看到了一些私人方面的事情。 接着,他看到了有些模糊的自己的身影,正是主教试图向他传道的那天,也感受到了主教震惊与愤怒的情绪。 很明显,这位主教被他说的那句,我就是神明,惊呆了。 没有什么异常的东西,直到前些天,这位主教离开了首二都市,乘坐飞行器去了地面。 图中没有什么画面,他应该是在闭幕睡觉或者冥想倾心。 景久认为是后者,因为当主教离开飞行器,走进那座巨大的建筑时,情绪宁静而充满敬爱。 那座巨大的建筑就像一座大山,矗立在草原深处,塔尖仿佛要刺破这颗行星的防护罩,接触到那颗遥远的恒星。 建筑内部极为空旷,可以容纳无数信徒,当主教走进去的时候,却是一个人都没有。 一道灰色的幕布垂旋在建筑最深处,看着就像是灰暗的天空,竖着放到了这里,无比巨大,相信普通人根本看不到边缘在哪里。 主教跪在灰色幕布前,就像是对着天空的蝼蚁,一道温和平静的声音从幕布里传出,就像神明从天空里发出的玉旨。 去侍奉那个少年吧。 那位独神者? 神明能为万物,既然我们是在寻找他,又岂能在意他的外在? 您,在说什么? 神明离开前留下的最后意志是什么? 寻找新的神明 我觉得,就是他。 因为大气层上方的防护罩,以及行星内部的气流通道,星门行星的温度相对稳定,没有明显的春夏秋冬季节之分。 无论野草还是芦苇,又或是那些树木,都由着自己的心意生长。 这是个从远古文明尘埃里生出来的新文明,还没来得及形成自己的秩序。 这个世界里的动物与植物种类不多,显得有些单调,大概也是这个原因。 星门大学的银杏术变黄与天气寒冷没有关系,只是因为雨水多了。 这颗行星对水资源的利用已经到了极致的程度,落露水面不多,蒸发量不够,很少会有落雨。 直到七八月份,地面唯一剩下的那片海洋,随着洋流变化给三道大裂谷送来了一些水汽,才会形成连绵的雨水,然后持续到十月末。 十月水祭便是由此而来,最后渐渐演化成了一种凤神的仪式。 今年的十月水祭非常特殊,因为女祭祀将会挑选她的继承者。 在星河人类联盟里,女祭祀是一种地位超然的存在,她是神明的代言人,也是远古文明的传承者。 直到现在,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女祭祀究竟传承了远古文明里什么知识。 但没有人敢对这种古老的传统有丝毫不尽,就连星河联盟管理委员会与军方也对此保持着长时间的绝对的尊重。 女祭祀的产生,自然是星门行星今年最重要的事情。 各层生活区的初选早就已经开展起来,经久与钟离子看过那次,获胜者便是江与夏。 随着雨丝落下,这件大事终于来到了最接近地面的第二层。 首二城市会初选出一位候选者,与之相似的另外七个大城市也会选出各自的候选者。 再与各区的候选者一道进入最后的决选。 女祭祀征选考察的几个主要方面,分别是学识、品德、武道修为以及意志力。 学识主要偏向于历史人文方面,其余的三项考核则围绕着一个镜字开展。 为何要与镜字有关? 星河联盟的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已经发表过无数篇论文,但都没有准确的答案。 女祭祀不会解释任何与他们有关的疑问。 第507集 千保密协议 青门大学那栋灰色的建筑四周围满了人,今天是女祭祀初选的报名日,但大部分都是来看热闹的,真正有勇气报名的人是少数。 那些都是校园里极为出名的天才少女。 人群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无数道视线向着草坪边的那条道路望去。 道路上的银杏树叶已经被自动清扫机器人打扫干净,黑石砌城的道路表面干净至极,光可见人。 一个黑发少女与银发少女走了过来,同样的美丽,却是不同的气质。 人们有些不解,心想江与夏在神学院的时候已经拿到了第三层的候选资格。 学识渊博,气质恬静,武道修为已经进入留金境,是今年女祭祀征选最热门的人选。 她这时候来这里做什么,想要看看谁是自己的对手。 来到建筑之前,江与夏停下脚步,望向钟离子。 你确定要参加女祭祀的征选? 钟离子摁了一声,景久话少,对身边人的影响却很大。 不管是朝天大陆的赵腊月,灼如碎,还是这里的她,都不知不觉间有了些她的模样。 江与夏牵着她的手。 那你可要努力了,我不会让你。 钟离子点了点头。 我也一样。 江与夏松开手。 祝你顺利。 钟离子转身向建筑里走去,直到这时候,人们才知道原来她要参加女祭祀征选。 不由吃惊至极,望向她的背影,眼光很是异样。 这栋灰色的建筑是新门大学的主二楼,很多部门办公室都在这里,比如最重要的学生处。 女祭祀征选报名,便是在学生处。 学生处主任是一位头发微白,气质温和的教师。 她看着终端从钟子里手环上读取的资料,沉默片刻后抬起头来,看着她认真说道。 这不是下面的孩子第一次尝试,但没有人成功过。 甚至,有些人的信心严重受挫,就此沉沦。 我有心理准备,也有勇气。 那位主任看着她认真劝说。 在某些时刻,勇气没有意义,因为那需要奇迹,而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的。 沉老师,这个世界有奇迹。 钟离子认真地看着她。 我非常确定这一点。 数日后,大裂谷那边的天空被染红,没有落雨,也看不到朝阳,她还在山的那边。 白鱼名学生在星门大学校门处集合,准备去地表参观本校。 这些人里大部分都是从各院校来的交换学生, 但不知道为什么,那十几名报名女祭祀征选的女生也在队伍里。 那些女生容颜秀丽,各有可人之处,气息宁静如水。 站在一处真是赏心悦目。 有几名男学生忍不住不停地往这边偷看,只是不敢太过明目张胆。 姜与夏没有与那些女生站在一起,不是因为她已经是候选者,而是在等钟离子。 她没有想到的是,那个穿蓝色运动服的少年也跟着钟离子一起过来了。 你居然真是星门大学的学生? 经久没有理她,只要她愿意,不要说星门大学的学生身份, 就算是联盟管理委员会的委员身份也没问题。 钟离子解释。 她就是不爱说话,你不要误会啊。 姜与夏想着那天草坪的遭遇,自嘲一笑,不再理警久, 低声与钟离子说着女祭祀初选需要注意的事项。 这时候,那位姓崔的学生处主任官员与两名教师走了过来。 她的行政级别相当高,居然亲自带队参观, 应该是与那些参加女祭祀征选的少女有关。 不知道是因为人有些多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一行人没有乘坐飞行器,而是搭乘悬浮列车去了春远。 从地下走出车站,看着像到巨墙般出现在眼前的崖壁, 看着那些崖壁间穿行的高速电梯, 有些来自下层世界的交换学生忍不住发出了轻呼, 有两名参加女祭祀征选的少女则是微微醋眉, 看来对学校的安排不是很满意。 看着这道崖壁与那些电梯, 警久想到的自然是那个工装部刺客。 她跟在钟离子身后, 不引人注意地走进电梯, 心想引往那边已经很久没有消息, 那个家世背景不普通的野兔在做什么呢? 高速电梯的速度确实很快, 甚至隔着极厚的玻璃也能听到外面呼啸的风声。 没用多长时间, 电梯便来到了山崖最上方, 也就是真正的地表。 参观的学生们走出通道, 没有来得及说话, 看到了眼前的风景不由正在了当场。 前方是一片如海般的草原, 上面生着几棵孤零零的大树, 远方一轮红通通的朝阳静静地悬在地平线上。 这幕画面他们在电视里见过, 却没有亲眼看见过。 原来地平线真的就是一道线, 原来朝阳真的是从那道线下方跃出来的, 原来太阳可以这么低。 直到这个时候, 很多参观的学生们才明白了为何学校要自己这些人乘坐悬浮列车, 而不是坐飞行器, 因为需要这样一段在阴暗里的上行, 才能记住这样一颗月入眼帘的太阳。 参观学生们在地面的交通工具还是悬浮列车, 只不过这里的悬浮列车明显比首二都市的更加高级, 没有任何轨道与连线, 应该用的是昂贵的反重力系统。 登上悬浮列车, 学生们兴奋地看着窗外的草原, 奔跑的兽群, 议论不停。 毕竟是年轻人, 缺少变化的风景, 终究无法长时间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很快他们便收回视线, 开始低声议论今天的参观行程。 有些人的视线不时会落到车厢后方某个角落, 尤其是那些参加女祭祀征选的少女们, 更是对那边非常关注。 警觉与钟离子江雨夏坐在车厢最后方, 蓝色、银色、黑色是那样的醒目, 却又是那样的和谐。 那些关注来自于对江雨夏的好奇与警惕, 对钟离子的不解, 还有一些与警觉有关。 现在新门大学谁不知道有个穿蓝色运动服的变态少年。 悬浮列车, 穿过茫茫草原, 又穿过了一片森林, 与石余片像珍珠般连起来的湖泊群, 终于快要抵达旅程的终点。 前方的地平线出现了一些建筑, 那些建筑外墙由巨石砌成, 看着颇有古异, 有些地方则显得破烂, 阴隐能够看得出合金构架。 想来是几十年前, 暗雾之海怪物们入侵时留下的伤口, 只是不知道为何还没有修好。 更远处的天空里有一道极细的黑线, 从地面一直通往天空高处, 竟是根本看不到尽头, 只能隐约看到线条末端, 有什么事物在闪闪发光。 那就是七号太空电梯, 上面连着的是天旋空间转接站, 每天都有三艘以上的货船在那里卸货。 一名老师对着学生解释, 这个太空电梯专供我们学校的校办工厂, 现在行星上大概14%的食物由此供给。 从远古文明里新生之后, 人类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向宇宙扩张, 现在星河联盟拥有很多颗资源星球, 有无数艘货船在宇宙里航行, 把那些星球上的资源运送到主星 以及各个殖民星球上, 食物供给的问题早就已经解决, 只不过合成食品的味道很难解决。 学生们走下悬浮列车, 早有本校的老师与学生等着, 带着他们开始参观。 星河大学在地面的本校 现在只留了几个系, 学生人数不多, 显得有些冷清, 那些建筑里散发出来的历史意味 便显得更加真切。 参观完那些古色古香的建筑, 在学校历史展厅里 听了一个简单的讲座, 学生们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那栋建筑看着很普通, 非常方正, 从结构来看, 有些像厂房, 有些人心想, 难道还要参观合成肉工厂? 这里是机甲系的三号实验室。 一名本校学生面无表情。 大家进去之后, 不要随便触摸任何事物, 也不要打扰里面的工作, 明白了吗? 参观的学生们听到这句话, 不禁有些紧张, 经久望向那栋建筑, 感受到了那道不喜欢的气息, 知道里面肯定有很多引力厂装置。 经过严格的检查与扫描, 学生们被带进了那座像工厂一般的实验室。 实验室非常空旷而大, 墙壁上有很多露出在明处的线篮, 还有很多学生不认识的装置。 一道栏杆围在四周, 里面是合金制成的地面, 镜丝要比星门大学的那片草地还要面积更大。 学生们本以为那道栏杆是参观者的通道。 谁知道, 随着那名本校学院按度按钮, 栏杆里的合金地面竟是缓缓打开了, 伴随着嗡嗡的电流以及沉重的闷响, 弟弟的世界出现在学生们的面前。 弟弟有一台巨型机甲, 这台巨型机甲有数十层楼高, 与钟离子住的那家酒店差不多大小, 哪怕学生们站在高处往下望去, 也会觉得这台机甲无比高大, 自然生出渺小之感。 有几十台小型机甲与飞行器, 围绕着巨型机甲, 还有很多工程师模样的人, 拿着终端与设备在做着什么? 这是前年廷门之战里杀死的三个暗武之海怪物的雷神, 那场战斗让它受损严重, 经过两年的维修才完全修复, 现在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 参加维修的除了军部的工程师, 还有大量的本校学生, 如果你们将来能够有机会进入军事系, 也有可能加入进来。 学生们都看过两年前的新闻, 知道廷门之战打得如何惨烈, 对这台著名的巨型机甲更是闻名已久, 听着这话很是激动。 经久静静看着那台巨型机甲, 手上的那枚戒指散发出微光, 忽然, 实验室里出现无数声惊呼, 因为那台巨型机甲居然动了起来。 那台巨型机甲的头盔里射出数道淡绿色的光线, 数千个构件发出沉重却毫无凝制的转动声, 巨大至极的左机械手臂缓缓举起, 对准了天空, 就像是活过来一般。 怎么回事啊? 就是怎么回事啊? 谁在主控室里? 没人啊, 终端那边。 老吴, 快把安全发关掉, 快关掉。 听着实验室回荡的惊呼声与杂乱的奔跑声, 看着那台忽然动起来的巨型机甲, 站在栏杆外的那些参观学生们都傻眼了。 有名女学生受到了极度惊吓, 直接昏了过去。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何这台叫做雷神的巨型机甲 在没有受到任何指令的时候会动起来? 实验室里一片混乱, 那名本校学生的脸上也满是震惊的神情, 就连崔主任都有些慌乱。 钟离子也很紧张, 左手抱着江羽夏不停地安慰他, 右手则是下意识里抓住了警九的手。 警九醒过神来, 才发现自己弄出的动静大了些, 一道剑光在他的眼底深处, 一线即逝, 戒指上的微光消失, 变成看似普通的事物。 实验室电脑里一段程序流, 也悄无声息地消失, 再也找不到任何痕迹, 只有墙上那道线缆上的微小破口可以证明有人做过些什么。 按着嗡嗡的电流声, 雷神巨型机甲头盔里的光线消失, 巨大的左机械手臂也停在了半空里, 就像重新变回了金属雕像。 实验室里的所有声音都在这一刻停止, 所有人停下了奔走, 保持着张嘴, 抓头发的姿势, 望向了他。 下一刻, 所有声音又响了起来。 停了,停了, 安全阀还是要关。 老胡, 你个傻逼, 你愣着做什么呢? 所有人都敢走, 签保密协议。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参观自然无法再继续, 崔主任带着学生们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实验室, 严厉地叮嘱了很长时间, 一定不能把今天看到的一切说出去。 钟离子注意到警觉有些奇怪, 发生了如此奇怪而令人震惊的事情, 他这时候却在走神。 他根本没有听崔主任的话, 而是望着避空里的白云, 不知道在想什么。 警觉在想, 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击毁那台名为雷神的巨型机甲? 这种巨型机甲拥有难以想象的威力, 可以轻松地摧毁一艘羽疾战舰, 可以与暗物之海的怪物们正面战斗。 但对他来说, 这种巨型机甲毫无威胁, 因为这种机甲的防护强度不够, 挡不住他的手指与剑光, 不过他还是觉得应该做些什么。 在银网与军事网里, 他已经掌握了很多机甲相关的知识, 也包括这台雷神的某些数据, 纸上的数据与图纸终究不如食物来得直接, 这大概就像网上的古董与博物馆里那些食物的区别。 他释出箭矢, 割开了实验室墙上的线缆, 通过戒指连接上了内部网络, 悄无声息地控制住了那台巨型机甲, 然后用视线对这台巨型机甲做了一次细致的扫描。 这样还不足以完全掌握这台巨型机甲的整体情况, 因为太过庞大, 各种系统太复杂。 如果让这台巨型机甲启动一下, 展示一下各系统的运行情况, 那样能够观察得更仔细。 于是, 这台巨型机甲便按照他的想法启动, 举起右笔, 指向了天空, 给实验室带来了一片混乱。 没过多长时间, 他收回望向白云的视线, 对巨型机甲的认知也从一片云雾里变得清晰了很多。 超压缩能源储藏方式用的是核能, 也就依然是一种仙气流武器, 攻击方式则主要是精矢激发的高能光束, 威力巨大, 几乎可以与白云的光栏相提并论。 当然, 如果白云还活着, 一个可以打十个这种巨型机甲。 这种巨型机甲在星河联盟人类眼里, 转向足够迅速, 自动瞄准系统也极高级, 但在朝天大陆的真正强者眼中, 笨得就像一头巨猪。 现在的警九完全掌握了这种机甲各系统的运行方式, 更是只需要挥挥手, 便能让对方变成一堆沸铜烂铁。 确认这一点之后, 他便不再继续思考这个问题, 收回视线, 跟着参观的学生们向外面走去。 来到实验室的时候, 时间还早, 恒星静静悬在天空的正上方, 散发着白色的光线, 把草地与树林都照耀得有些发白, 好在不是很热。 崔竹人再次重申了保密条例, 宣布接下来是自由行程, 学生们可以在新门大学本校随意参观, 只需要晚上八点钟的时候在东门处集合。 交换学生们有些意外, 也觉得轻松了很多, 接下来才发现这个行程安排原来与自己无关, 不仅有些郁闷。 崔竹人召集报名参加女祭祀征选的学生们, 接下来我会带你们去祭祀家族拜访, 你们注意一下礼仪。 那些黑发少女们很是惊喜, 才知道学校竟然安排了如此重要的拜访, 只有钟离子的头发是银色的, 也只有她没有意识到这次拜访的意义, 转身去看警警, 却发现已经没有了她的踪影。 悬浮列车离开新门大学没有多长时间, 便在一片山谷前停了下来, 远处隐隐可以看到很多样式古朴的建筑, 这座庄园的面积实在是有些令人震惊, 不问而知, 便是祭祀家族的所在地。 在一位管家的带领下, 众人来到庄园的主建筑里, 一位穿着教室服的中年男子站在门前等候, 对崔主任微笑说道, 崔教授, 好久不见。 夏先生, 今日打扰了。 崔主任笑着, 看起来与对方十分相熟。 夏先生与崔主任分别落座, 开始闲逊, 十几名少女学生安静地站在四处, 表现得极为文雅书境。 能在参加征选之前, 便接触到祭祀家族, 不说了解什么相关的信息, 只求能让对方对自己有些印象, 便是极难的机会。 通过对话, 他们知道原来这位夏先生 便是祭祀家族的当家人, 不禁更加紧张, 又生出了更多的竞争心理。 有些少女学生注意到 人群外围的钟离子与江与夏, 心情有些不好。 钟离子的银发实在是太过醒目, 如果让祭祀家族觉得 星门大学的学生都是这样的人怎么办。 还有江与夏, 你已经是第三层的祭祀候选者, 为什么要厚着脸皮跟着我们来这里? 不要理会他们, 他们都是在嫉妒你。 钟离子对江与夏轻声说道, 你长得比他们漂亮, 各方面都比他们强, 他们怕被你把风光都夺走了。 江与夏微微一笑, 整齐的刘海微微荡起, 露出清秀的眉眼。 既然如此, 我还是先离开吧, 免得让他们心情不好。 钟离子有些不解。 你要去哪里? 去喝杯茶, 躺会儿。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 钟离子有些无语, 心想这些可是祭祀家族的庄园。 你就算不喜欢那些人, 你不能这么无礼吧。 江与夏知道他在想什么, 带着歉意笑了笑。 这里是我家。 钟离子最诚微章, 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心想你和景九都是些什么人呢? 星门行星, 位于星河联盟与暗舞之海的最前方, 每隔几年都会受到小行的侵袭, 所以军事管制的风格很明显。 尤其是地表, 除了那些旧时代的建筑, 看不到新修建的人类聚居地, 大量的草原、沙漠与森林构成了画面的主体。 离开星门大学, 从地表向赤道方向, 继续前进七千多公里, 穿过第二道大裂缝, 有一片更加原始荒蛮的草原。 草原看着是绿色的, 但如果挖起泥土, 便会发现沙化很严重, 还能看到很多碎裂的精状物。 那些都是数十年前暗舞之海入侵时留下的战争痕迹, 相信这片大地下甚至还有不少域外天魔的尸体碎片。 景九行走在草原上, 没有翻开地面去寻找那些碎片的想法, 走上了前方一座凸起的沙丘。 在沙丘的远方, 草原深处忽然出现一座极其宏伟的建筑。 那座建筑从形状上看, 与首二都市的传火塔有些相似, 只不过要大了无数倍, 正面有十七根巨大的石柱支撑, 那些石柱上刻着一些很复杂的线条。 无边无际的草原里, 忽然出现这样一座建筑, 自然生出极其宏伟的感觉。 景九站在沙丘上, 静静看着那边。 这座建筑, 他曾经在那名主教的意识里看见过, 女祭祀就在里面。 景九没有急着过去, 振振地观察了一段时间, 防护罩在大气对流层的上方, 所以才会遮不住雨, 自然也遮不住风。 他伸出手指, 感受了一下风速, 很快便计算出来, 以这里的风雨侵蚀速度, 那座建筑的表面应该破损得更严重才是。 这片草原的战争痕迹如此明显, 说明那年暗雾之海入侵时, 这里是最为激烈的主战场, 为何那座建筑还保留了下来? 那些石柱上的线条不是符纹线条, 也没有阵法波动。 他推翻了曾经的设想, 看来女祭祀的传承与非生者无关。 沙丘渐渐流动, 淹没了他的脚背, 然后继续向上, 最终吞噬了他的身体。 片刻后, 沙力停止流动,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在这片沙化严重的草原深处, 出现了一道若隐若现的亮光, 那道亮光给人极其锋利的感觉, 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止他前行。 嗡的一声轻响, 那道亮光消失了。 那座宏伟的建筑便是星门行星的主祭堂, 与各城市里的传火塔确实很相似, 只不过规制要大数百倍, 可能是因为女祭祀在这里生活的缘故。 这座建筑里没有太多现代文明的味道, 当然并不代表这里旧很原始, 只不过这些高科技的装置 都隐秘在巨大的石块里, 比如那些军方级别的引力场, 发生装置, 从外表来看就是几座石雕。 祭堂的东侧面有七间镜丝室, 还有一个被四面墙包围的产院, 面积很小, 里面有一口古井, 角落里种着几层青竹, 迎着自天空落下的那道天光, 优美难言。 嗡的一声清响, 井水微动, 一道身影飞了出来, 落在那几层青竹之间, 竹只顿时多了几分精神。 看着那几层青竹, 想着小山村里的竹子, 天光风, 白如镜洞府门口的竹子, 被那孩子搬到三千院去的竹子, 井久也多了些精神。 有剑气护体, 哪怕在地底穿行了两百公里, 他身上的蓝色运动衫也没有任何破损, 只是黑色双肩包悬在外面的袋子磨坏了, 他伸手把磨坏的袋子揉成了一缕青烟, 走到井边往下望去, 看了会儿, 逐渐安静下来的水面, 转身离开。 祭堂的主厅大得难以想象, 穹顶高约三百米, 绘着远古文明与神明壁画的墙, 仿佛看不到尽头, 终究是有些尽头的, 哪怕是宇宙。 大厅尽头是片灰色的幕布, 从穹顶垂落直到地面, 不知是用何材料制成, 表面平滑至极, 竟是没有一丝骤气。 如果说这就是天空的具象化, 没有人能够提出反对意见, 灰色幕布的那边是件安静轻旷的时事。 石阶两侧燃着火烛, 还有天光不知从何处洒落, 青石地面上有一张铺团, 边缘已经磨损严重, 一位黑发女子坐在铺团上, 穿着白色的字符, 腰间系着根代表尊贵身份的金色继带。 那根金色继带如瀑布一般平滑, 没有任何褶皱, 黑发如瀑布般洒落, 却又是那般的规则, 无比整齐, 仿佛每根头发都有自己的位置, 绝不欲约。 女子神情温和, 眉眼静柔, 整个人散发着一种于事无争, 净水无波的感觉。 这便是这颗行星身份最尊贵, 地位最高的女祭祀。 这位女祭祀不知多大年纪, 不知为何, 眉眼间有些思虑过多的痕迹, 如天空般的灰色幕布在前, 整个房间仿佛没有群顶, 可以直接通往宇宙间的星海。 她静静坐在这里, 仿佛已经坐了无数年, 房间里没有燃香, 那些燃烧的火苗也没有任何异味, 这里也没有任何华丽的装饰, 只是在她的身前, 放着一个青瓷制成的小波, 青瓷玻里盛着清水, 水面上飘着三片粉色的花瓣, 纹丝不动, 仿佛是假的一般。 不知何处来了一缕清风, 那风极其微妙, 带不动她的发丝, 带不动她衣媚, 甚至无法感知到。 青瓷玻水面的花瓣, 却缓缓飘动起来。 女祭祀抬头, 望向前方的灰色幕布, 宁静的视线里, 隐隐多了些激动的情绪, 仿佛要从这片天空里看到历史的真相。 灰色幕布的那边没有真相显现, 只是出现了一个人影。 您相信神明的存在吗? 女祭祀看着幕布上的那个人影, 轻声问道。 不。 女祭祀想着对方与主教在首尔都市里的那番对话, 微微一笑。 那您今天为何会来这里呢? 我有些事情想要问你。 天空幕布外的那个人, 自然就是景久, 他的声音毫无情绪波动。 女祭祀知道他不会进来, 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远古文明与暗雾之海同归于尽, 却安排好了自己的复苏, 准备好了无数手段。 这样能知所有事, 能算到所有事的存在, 难道不就是神明? 那个人确实存在过? 神不需要证明自己的存在, 但他确实在世间留下过自己的脚印。 从主星到我们收复的每一颗殖民星, 包括您站立的这颗, 都有他的足迹。 经就想到博物馆库房里, 那台被淹没在泥土里的机甲。 那台机甲很落后, 女祭祀并不意外, 他能够找到神明留下的足迹。 您看, 这就是所谓联系。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 他很确定实验室的资料没有外传, 就算有飞升者, 通过朝天大陆, 以及玄宇公司注意到自己, 也不应该让这位女祭祀得出那个结论, 它是新的神明。 我们在世间寻找, 或者说等待您的出现已经很多年了, 自然会比较容易留意到一些痕迹。 至于那些军方最绝密的资料, 对处于星河联盟信仰链条最上层的女祭祀们来说, 想要了解, 并不是难事。 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我的? 从您来到实验室的那刻开始。 我离开之后, 您又是怎么找到的? 某个地下街区忽然出现了个传闻, 说有间游戏厅在闹鬼。 您知道的, 我们这些人最擅长装神弄鬼, 自然对这些事情很注意。 女祭祀是什么? 我们负责传承远古文明, 最初的时候, 人类并不相信我们的说法, 甚至把我们当成女巫一样迫害追杀。 直到文明渐渐地复兴, 各类星球上通过考古, 发现了很多远古文明的遗迹, 才接受了神明的存在。 怎么传承? 不留文字, 每代祭祀之间口口相传, 然后每天脑海里送读, 无求不能忘记任何字句。 这听着很简单, 实际上非常困难。 人类的记忆力会减退, 更麻烦的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多久远的记忆会自然消失。 就连她转剑重生之后, 都忘了很多当年皇宫里的画面, 更何况这些普通的女性人类。 这些女祭祀想要记住前辈传给自己的知识, 就必须每天不停地重复记忆, 这等辛苦难以想象。 经久才明白祭祀征选, 为何对文史类知识如此看重, 也大概明白了那个镜子的意思。 远古文明所有的遗留, 都在你的记忆里。 女祭祀耐心地解释着, 我们只是普通人类, 只不过比旁人更能耐得住寂寞, 并非是全知全能的神明。 如何记得住如此浩瀚的文明里的所有细节? 最初的时候, 一共有三千名女祭祀, 到现在, 还剩下七百多名。 每个女祭祀传承, 只需要记住她们的那部分就好。 你负责记住的是什么? 除了所有女祭祀都必须记住的那段历史与通识, 我负责的内容最没有用, 是艺术方面。 经久想到首尔都市那座著名的美术馆, 同意了她的自迁之词, 确实很没用。 至于那段历史相必就是远古文明, 与暗物之海同归于尽的黑暗年代, 那么通识呢? 心神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她今天来到这里要做的事情。 第509集 理由 她读取过那名主教的意识, 知道这位女祭祀在寻找新的神秘, 问题是为什么? 这种事情不需要思考, 既然刚好要来地表一次, 那就直接来找她问好了。 至于女祭祀在这颗行星的超然地上, 地位以及身份不在她的考虑当中。 只是只有女祭祀们及最信任的亲信才知道的秘密, 这时候被她一言道破, 女祭祀非但没有吃惊, 反而更加恭敬, 对着墓外的那道身影败了下去。 神明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神明在离开之前留下的最后一时, 就是要人类等待新的神明出现, 我已经等了很多年, 直到您出现。 为什么是我? 因为您无所不能, 而且您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告诉我你知道的一切。 很遗憾, 我相信您就是新的神明, 不代表别的女祭祀也会相信, 所以有些事情, 现在我还不能告诉您。 女祭祀直起身来, 看着墓部外的那道身影平静说道。 当然, 如果您是神明, 应该能很容易知道我的一切想法。 经久可以通过两心通或者搜魂术, 掌握这名女祭祀意识里的知识传承, 但她通过扫描确认, 对方修有某种被动的精神秘法, 一旦被入侵便会出问题。 这个世界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 女祭祀没有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确实曾经出现过。 他们的名字? 我只知道他们存在, 但不知道他们是谁。 而且就算知道, 也不能告诉您。 为何你不认为那些人是新的神秘? 因为他们不如您强, 无法带领人类抵抗黑暗的入侵。 而且, 他们没有得到认可。 谁的认可? 如果主行那位认为他们是新神, 便会让我们这些女祭祀知道。 然而数百年来, 没有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 经就知道从这名女祭祀上无法再问出更多东西, 转身准备离开。 女祭祀看着幕布上的光影变化, 知道她有了趣意, 再次低手败道, 没有出言挽留。 经就忽然停下脚步。 我在美术馆里看到了一副向日葵。 那是我的某位前任女祭祀访的, 并非真迹。 我觉得那幅图不对, 那些花枝应该散开。 圆图里面, 树枝花枝的是什么? 女祭祀再次认为她便是那位新的神明。 真迹在主行, 您可以去看。 经就没有想到, 居然没有得到答案。 不便说。 是的, 因为那幅画的作者不是普通的远古文明艺术家, 据说是神的妹妹。 经就转过身来, 视线隔着幕布落在她的脸上。 神有佳人? 神是人, 自然也有妻子, 有妹妹, 有佳人。 那片天空般的幕布后, 没有声音响起。 青瓷泊水面上的花瓣, 微微转动, 敬酒走了。 女祭祀伸出微微颤抖的手指, 在花瓣水里轻轻站了一下, 然后慢慢地揉着眉心。 她看似平静, 实则紧张到了极点。 因为这是与神明的对谈。 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 刚才那位夏先生是我的亲叔叔。 江雨夏带着钟离子来到了庄园移动单独建筑里, 牵着她的手来到三楼的卧室, 坐到椅子上流露出放松的情绪。 看着华丽的卧室与那些只在电视里见过的昂贵事物, 钟离子在心里暗赞了一声, 想着学校的宿舍条件莫名声出一些不好意思。 江雨夏是祭祀家族的天才少女, 在这颗行星几乎就是公主殿下般的存在, 却像普通学生一样住在宿舍里, 自己这个来自地下街区的普通少女却住着那么舒适的酒店。 好吧,她想到了景久, 跟着那家伙享受一下人生算什么, 只是这时候,要说些什么呢? 她抱着双膝,看着坐在椅子里, 就像坐在湖边的黑发少女, 有些向往,又有些紧张。 房门被扣响, 使女推着小车进来, 端来茶点,然后询问。 小姐,晚饭怎么安排? 叔叔会与崔主任还有那些同学共进晚餐。 你想与他们一道吗? 你觉得呢? 江羽夏微微一笑, 示意使女到时候把晚餐送到房间里来。 使女离开房间, 房间再次变得安静, 气氛变得有些尴尬, 钟离子确认这次不是自己的问题。 江羽夏这个女孩子就像春风一般, 让每个人都觉得很舒服, 却不会让冷场这种事情发生。 按道理来说, 这时候她应该主动与钟离子说说庄园, 说一说童年的生活, 说一下自己瞒着她的不得已, 为何保持了这么长时间的沉默? 我, 不想再演了。 江羽夏忽然站起身来, 走到钟离子身前, 看着她的眼睛, 声音里带着决然与坚定的意味, 钟离子心里咯噔一声, 心想, 千万不要这样啊。 好吧, 我知道你是知道我与玄宇公司的关系, 知道我可能是你成为女祭祀的对手, 所以才来与我结识, 打听我的底细。 可是那又算什么呢? 自己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朋友, 结果才没两天, 你就说你不想演了。 你连我的底细都没有打听清楚, 还不知道这个小说的真正作者, 甚至没有骗到我的感情, 你就不想演了, 你再多演几天不行吗? 就算是演出来的, 也是朋友啊。 我不想做女祭祀。 江羽夏看着她认真说道, 你能不能帮我? 钟离子正准备说, 我知道你有你的苦衷, 忽然醒过神来, 正正地看着她, 不知道说什么。 你要说的秘密原来是这个。 她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又生出很多不解, 心想你为什么不想做女祭祀呢? 她忽然想到那天, 江羽夏在树下, 看着草坪上的井酒的画面, 强行压抑一下心里的酸液, 磕磕巴巴说道。 祭祀, 也是可以嫁人的。 江羽夏走到露台上, 看着庄园里如荫的草坪, 不知想到什么, 微笑起来轻声说道。 恰人我当然是要嫁到, 但与这个无关, 我就是不想做女祭祀。 为什么呢? 江羽夏转身看着她的眼睛。 因为我不想成为家族的傀儡。 不等钟离子说话, 她继续轻声说道。 我们家族是为了侍奉女祭祀而存在, 已经存在了很多年, 一直陪伴在女祭祀的身边。 日子久了, 难免会有些别的想法。 钟离子想了想, 觉得这是很自然, 而且应该被理解的事。 出现一位女祭司, 是我们家族十几世来的愿望。 而我, 便是这一代最被看好的后代。 我自小便接受相关的教育, 现在看起来也最有可能成功。 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 可能只是从小就被教育要准备成为下一任的女祭司。 听得多了, 劣习得多了, 自然生出了逆反心理。 总之, 我不想接受他们的安排。 钟离子又想了想, 觉得这也是很自然, 而且应该被理解的事。 你准备在争选里表现差些, 不被选上。 我自幼稍的教育, 不允许我做出如此无理的事情。 既然参加争选, 就要全力以赴。 这样才是对所有人, 包括对手们的尊重。 我原先准备在争选之前直接离开, 所以才争取到新门大学做交换学生。 钟离子心想, 这个想法实在是无法理解, 难道逃走要比装书更好? 接着又想到了另外一件事。 刚才夏先生, 就是你叔叔, 说过, 成为女祭司之后, 汇聚主星参观唯一的远古民遗址, 还有接受祭司相关的培训, 到时候再走, 不成吗? 如果真的成了女祭司, 身边自然会有祭司家族的人陪侍, 你别忘了, 他们都是我的家人, 到时候, 想要离开更不方便, 江雨夏牵着她的手。 幸运的是, 我遇到了你。 钟离子瞪大眼睛。 所以, 既然你想成为女祭司, 那就一定要成功。 说完这句话, 她递了一个纸截盖大小的储存器过去。 我从小接受的祭司相关教育课程, 都在里面。 钟离子接过储存器? 威正? 课程? 你能想到的, 一切都有。 包括进餐的礼仪, 借鉴政府不同级别官员时的态度, 走路的姿势, 甚至包括秦聚的选择。 钟离子很是无语, 她只是在绝症神奇般的治好后, 想寻找一个生命目标努力一下, 哪里会想到居然这么麻烦? 江雨夏忽然想到一件事? 你那个朋友去哪里了? 钟离子知道, 她问的是警觉。 那家伙经常忽然消失, 不用管她, 过几个小时或者是几天, 又会忽然回来。 她, 到底是个什么人? 家里知道她是你的朋友, 曾经暗中查过, 但没有查到任何资料, 而且, 受到了来自某些地方的警告, 没敢继续往下查。 钟离子以为她说的警告来自警觉的家里, 正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 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了一道漠然的声音。 不要查就行, 二人吃惊回头望过去, 发现警觉坐在椅子上, 端着茶杯在喝茶, 钟离子不知基于怎样的心情称道。 那杯子是我的。 警觉放下茶杯, 看着江雨夏, 人生的道路自己选, 不想做什么就不要做, 但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 江雨夏迎着他如剑般锋利的目光, 声音微低。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但我是真把他当成朋友。 理由? 小李让我结识他, 是知道玄宇公司对他的重视, 但我只是单纯地喜欢他。 通过。 钟离子呆住了, 心想什么和什么呀, 这怎么就通过了? 警觉站起身来, 带着钟离子向露台外走去, 下一刻来到了庄园草地的那头。 江雨夏跑到露台上, 看着渐远的那对身影, 好生羡慕。 那少年穿着蓝色的运动服, 钟离子穿着深红色的校服, 就这样并排走着, 看着好和谐。 回到首尔都市的酒店里, 夜已经极深, 满天繁星极亮, 警觉自然不会错过, 开始了今天的星光玉。 钟离子对星光下的完美身体 有了抵抗力, 端着茶杯, 坐到椅子的那头, 认真说道。 我是自己想做女祭司, 与她无关, 你不要怪她。 警觉想着今天那位女祭司的谈话, 收回望向星空的视线, 看着她。 女祭司很苦, 钟离子笑了笑。 能有多苦啊, 难道比我这些年更苦吗? 不能生孩子。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有后代, 我的病是遗传的, 就算我运气好, 可我的子女不见得会有这种好运气。 要说女祭司苦不苦, 问谁最清楚, 当然是她自己。 女祭司拥有着星河联盟最高的地位, 受到世人敬仰, 不需要做任何祈福之类的事, 只需要偶尔出席某些重要场合, 甚至可以随意选择时间度假。 除了不能做那些危险的活动, 比如参加恒星风暴, 近距离观赏旅游团。 这听上去简直是最完美的生活, 但事实上, 女祭司需要学习很多远古文明的知识, 然后每天不停地重复记忆, 确保不会忘记, 哪里有什么时间与精神享受人生。 在普遍基因优化的现在, 星河联盟的普通人都可以活一百多岁, 今天景久看到的那位女祭司可能四十不到, 生命力便已经虚弱到了极点, 需要挑选接班人, 不就是因为常年要承受这种精神损耗? 钟离子想做女祭司, 能不能承受这种压力? 在漫长的岁月里, 想必很多女祭司出了意外, 或者选择放弃, 那一脉的远古文明知识便就此消失, 它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景久本以为最重要的问题是, 女祭司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恋爱、 结婚, 只是依照规则不能留下血脉后代, 却没想到钟离子是这样想的, 有些意外, 不过不是太在意。 朝天大陆的修行者, 如果不是确定无法飞升, 都不会想着留下血脉后代, 甚至在太平真人出现之前, 修行者们收徒的欲望都不强烈。 钟离子去休息了, 他再次妄想清空, 把今天与女祭司的对话重新梳理了一遍, 对方知道他来自另一个世界, 应该是所谓神明的指示, 也就是远古文明时期留下来的说法。 看来不管是星河联盟还是朝天大陆, 都应该是远古文明与暗物之海同归于尽的时候留下的后手。 这就对了, 不是这边扔出那边, 也不是那边扔出这边, 就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如果这是远古文明里的某个人的安排, 难怪会被那些女祭司以及星河联盟的人视为神明。 如此手笔, 确实尽身。 经就难得地对那个人生出了一些佩服, 如果想要弄清楚这一切的原味, 看来确实要去一趟主星, 去看看被严格封锁的远古文明遗址, 去见见女祭司说的, 那个她。 只是雪姬还没有来, 那个隐藏在星河联盟里的飞生者, 还不知道是谁, 那些扭绿空洞, 她还没有弄清楚路径, 如果她只能跟着钟离子走, 只怕会有些风险。 想着这些事情, 她起身来到卧室里, 拿起江雨下给她的储存器, 用了几分钟时间完成了读取, 然后她运转剑圆, 默念两心通针眼, 把手放在了钟离子的头上。 第五百一十集 十月水季开始 钟离子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 她见到了神, 神的脸看不清楚, 就像传活塔里的那些壁画一样, 看着就在眼前, 转身便忘了该怎么形容。 但她知道那就是神, 神问她, 你愿意终生追随我, 是否我做女祭祀吗? 她摁了一声, 然后才发现这非常不静, 赶紧说了声我愿意。 神接着告诉她, 祭祀需要做的事情非常辛苦, 而且单调枯燥, 虽然受世人崇敬, 却是了无生趣。 神还告诉她, 那种了无生趣她体验过很多, 确实不好玩。 钟离子觉得, 神的言语很亲和, 于是壮着胆子问了声, 如果做了祭祀后觉得受不了, 能不能辞职? 在人类复兴的漫长历史中, 承受不住责任选择放弃, 甚至是想要把远古文明知识 外传的女祭祀不少, 但当她们产生这个想法的时候就死了。 钟离子不知道这些事情, 睁大眼睛, 充满着期待看着神, 神好像也没有想到她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想了想后, 随便你。 说完这句话之后, 神便离开了, 整个空间变得非常温暖, 散发着红色的光芒。 钟离子浸泡在红光里, 感觉非常舒服, 滚烫的触感甚至让她生出了一个有些古怪的联想, 觉得自己仿佛在用岩浆洗澡。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她睁开眼睛醒了过来, 梦里发生的事情仿佛还在眼前, 但事实上, 她的眼前是酒店套房的天花板。 认识景久以后, 她的睡眠质量便变得好了很多, 前些天变得更好, 但都没有今天这样好, 她感觉身体里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与一种未知的力量, 甚至隐隐觉得脑海里多了很多东西, 却不知道那些是什么。 心水咕咕流出, 冒出热雾, 她站在浴室镜子前, 看着自己微有红韵的脸, 觉得真好看, 紧接着她发现了什么, 伸手把银发剥开, 有些愕然地发现, 发根处变黑了很多, 看着有些斑驳。 电动牙刷发出嗡嗡的声音, 她一边刷痒, 一边想着自己身体的变化, 觉得好生奇怪。 匆匆洗漱完毕, 对着水管喝了两大口水, 便去了露台。 我总觉得, 你一直都在对我做什么? 她看着躺在椅上的警九, 她当然知道警九有问题, 一个从来不肯上床睡觉, 只愿意在露台椅子上待着的少年, 一个哪怕落着雨, 也要躺在草坪上的少年。 如果不是极少见的变态, 那就肯定不是普通人。 警九看着她的脸说道, 牙膏末。 钟离子下意识里伸手擦了擦, 发现什么都没有, 她知道她不是捉弄自己, 而是不想对自己解释, 有些无趣地扁了扁嘴。 奉学后我要去理发厅, 你在草地上等我。 警九有些不喜欢, 怎么都要剪短发? 钟离子美滋滋地说道, 新头发长出来了, 要去补染一下。 因为生病以及基因优化失败的缘故, 她的头发从小都有些偏灰, 而且是斑驳的那种, 很不好看, 所以上初中后, 她便用节约下来的钱 给自己染了银发, 一直到现在, 染发部属于政府福利, 需要自己出钱, 这些年一直是她最大的支出, 今天她的新发又生出来了, 确实极其健康的黑色, 她确认自己的病可能是真的好了, 心情自然也极好。 换个颜色。 那, 你喜欢什么颜色? 红。 钟离子忽然想起 昨夜那个梦里的红光与岩浆, 心里已经同意, 却不想这么简单地答应下来, 她要为难她一下, 眼珠微转。 有很多种红呢? 经久上一次网, 等于普通人上三年, 不知看了多少有用没用的知识, 随意回答。 红色天鹅绒, 那个家伙什么都不关心, 居然会关心自己头发的颜色, 难道…… 钟离子想着这些事情, 视线望向窗外远处, 想着萌萌细雨里的草坪, 看着那个醒目的蓝点, 浮想连篇, 喜不自禁。 这节课是古代史, 讲的是星河联盟初创时期的事情, 女教授面无表情地讲着, 学生们面无表情地听着, 整个教室都满溢着无聊的困意。 星门大学的学生都是极优秀的学生, 家庭条件也都极好, 绝大部分在小时候都接受过基础知识输入, 对这些古代史可以倒背如流, 自然没有听课的兴趣, 女教授也没有讲课的兴趣, 但当她注意到连钟离子这个来自地下街区的交换声 也如此心不在焉的时候, 还是有些不悦。 纳美王朝在北顾园的最后据点, 平野州拥有三台重型激光炮, 联盟军方是用什么方法突破的防御? 女教授的视线落在窗边, 面无表情。 钟离子同学, 回答一下。 教室里的沉闷气氛忽然变得活跃起来, 十余道视线落在钟离子身上, 换作以前, 就算她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也没有人会在意, 但现在情形有了变化, 所有人都知道她报名参加了 女祭祀的征选, 私下议论过很多, 但想知道这个地下街区的交换声 从哪里来的信心。 那些视线里充满了质疑, 好奇, 还有一些敌意。 钟离子正了正才醒过神来, 心想怎么了? 江雨夏在她身边轻声地 把老师的题目重复了一遍。 钟离子心想, 这难道不应该是军事历史系才学的内容吗? 老师, 教材上没有写到北国元战役的这些细节。 那名女教授依然面无表情, 如果只需要把教材上的东西背下来, 你们还来兴门大学做什么? 比如你的这些同班同学, 难道他们都可以不来上课了? 钟离子有些无奈, 正准备说声抱歉便坐下, 忽然脑海里闪过一道灵光, 出现了几行文字, 下意识地跟着念叨。 因为新M7光炮器台的承载式结构。 最开始的时候, 钟离子看着那些文字附属, 有些不适应, 语句经常停顿, 显得有些结巴, 但随着时间继续, 那些沉在意识深处的记忆不停地浮起。 他说得越来越顺, 声音越来越清楚, 教室里的气氛再次变化, 学生们意外地看着他, 心想这是怎么回事。 女教授也没有想到, 他居然记得如此偏门的历史知识, 神情危机。 很好,坐下吧。 钟离子根本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直到坐下后, 依然是一头雾水, 忍不住揉了揉头发, 将雨下看着他微笑。 看来这些天你真的是学得很用心, 我越来越看好你了。 钟离子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自己学习确实很刻苦, 可自己什么时候读过这段书? 昨天我给你的东西看了吗? 内容很多。 如果你要在十月水击之前全部掌握, 现在就要抓紧了。 伴着月儿的电子月声, 校园里的建筑再次发光, 照亮了微雨里的树林及草地, 钟离子把装着电脑的文件夹顶在头上, 向草地走去, 想着刚才课间看到那些储存器里的内容, 越发困惑, 甚至有些震惊。 江雨夏给她的资料确实极多, 而且非常细节, 包含了成为女祭祀所需要的方方面面的东西。 问题是她怎么总觉得在哪里看到过, 而且越看这种感觉越强烈, 甚至觉得自己天生就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景久已经从草坪里走了出来, 站在道边等她, 没有打伞, 只是用帽子遮着脸。 她走到她的身前, 认真地看着她, 唯一能被看见的眼睛, 看了很长时间。 景久摁了一声。 没, 没什么, 您以前说不要让我把这台电脑带到学校去, 我给忘了, 您为什么不提醒我啊? 我也忘了。 微语润物无声, 持续不停, 就这样到了十月。 在这段日子里, 钟子力按照江宇夏提供资料的要求, 不停地做着针对性的训练, 也没有放松学业, 景久依然在草地上淋雨, 等着战舰来打自己。 晚上则晒着星光做数学题, 或者看科学院的论文集, 对她来说做数学题, 看论文集, 与当年在朝天大陆上玩堆沙子的游戏一样。 都是放松, 也是锻炼, 同时是推演计算的过程, 只是不知道她在算什么。 某天雨是忽然稍微变得大了些, 也乱了些, 可能是因为同时离开首二都市的飞行器太多。 今天是十月水季的正日子, 将会选出新的女祭祀, 数千台飞行器离开地面, 逆着雨线而上, 在交通飞船的指挥下, 依循当场申请的临时飞行通道, 向着雄壮的山脉那边飞去。 更多的民众则是清晨便已经出发, 乘坐悬浮列车等公共交通工具, 再由执行电梯送上地面, 再通过赤道列车前去祭堂。 这颗行星像首二都市这样的大城市就有七个, 更不要说还有那么多层生活区。 白天的时候, 就已经有数十万人汇聚到了那片草原上, 只是不知道那些民众在雨里漫步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他们脚下沙化严重的土地里, 还有很多上一次战争的惨烈痕迹, 草原身处那座雄伟的祭堂建筑, 更是已经被人的海洋所包围。 傍晚过后, 一些高级的飞行器不停地降落, 画面很是壮观。 更壮观的画面在天空, 数艘战舰来自离地面只有三千米的高度, 射出数百道高强烈的光柱, 照亮了这片草原。 这座祭堂更是处于十余道光柱的照耀下, 分外清除, 更显庄严。 用战舰的灯光来进行照明, 也只有女祭祀的诞生才配得上如此大的排场。 经久随着学生们乘坐悬浮列车, 经过数次扫描审查, 来到祭堂外, 排队等待入场。 兴门大学的校长, 理事之类的大人物, 则在祭堂前方的广场上与人说着话, 平时很少有人会来祭堂, 没有人敢随意打扰女祭祀清修, 这个时候则是聚集了这颗行星里最重要的大人物。 军方基地主任, 政府行政长官, 世家家主, 几大公司总裁, 还有身份地位极高的十余名大主教, 这时候都站在广场上, 还有一些政府高官以及夏先生为代表的祭祀家族高层人士, 也在这里与他们说着什么? 今天有人比他们更加吸引民众的视线, 那就是这时候站在祭台时阶上的一百名少女, 参加女祭祀征选有很严格的条件, 虽然其中有些条件不便宣诸于众, 比如能不能超过十八岁, 比如那些少女眉眼美丽, 气质宁静, 穿着白色的四幅, 整齐的黑发垂在身后, 自然生出一种圣洁的感觉, 他们静静地站在石阶上, 根本没有受到外界的喧嚣 以及天空里的那些战舰影响, 只有一个少女有些特别, 那就是钟离子, 她的头发被染红了, 在少女们的队列里极其醒目, 看着就像一团燃烧的火焰, 如此特别的她, 自然引起了一些视线的关注, 有几位大主教微微皱眉, 明显不喜, 还有几位高官笑着议论这几句, 可能是因为这样, 钟离子有些紧张, 脚下一个不稳, 险些落到下一个石阶去, 江雨夏站在她的身边, 不着痕迹地伸手搭一把, 让她重新站稳。 为什么她会站在那里? 夏先生看着这幕画面, 微微皱眉, 对身边的下属问道, 江雨夏的位置, 是她特意安排的, 那里最为醒目, 以她恬静气质以及美丽的外表, 绝对可以吸引很多人的视线, 那个叫做钟离子的少女, 为何会站在她的身边, 而且还染了这样怪异的发色, 这是谁安排的? 夏属低声说道, 是小姐的要求。 夏先生的眉皱得更紧了些, 心想现在, 对方也是女祭祀的候选者, 怎么还能如此? 下一刻她看到远方的一幕画面, 又生出极大不解, 心想那个穿着蓝色运动服的少年又是谁? 所有人都看着石阶上的那些少女们, 那些高官, 世家之主也不例外, 这些少女里, 只有三名可以进入最后的决选名单, 然后再由女祭祀指定继承人, 被淘汰下来的那些人也是非常好的儿媳妇选择对象, 那些来自各学院及各部门, 各地区的男性代表更是眼睛都直了, 觉得怎么看都看不够, 景久看了看江雨夏, 便一直在看钟离子, 没有看别的黑发少女一眼, 她很满意自己给这个小姑娘挑的发色, 红艳极了, 就像是福斯剑的剑光。 星门大学的师生们开始入场, 她不引人察觉地跟在了后面走了进去, 第一次来到祭堂的那些学生们, 看着无比空旷的大殿, 忍不住发出了阵阵惊呼, 心想要走多久才能找到自己的座位, 那些惊呼声引起了祭堂前那些大人物的注意, 追悼是星门大学的年轻人, 他们的脸上都流露出温和而宽容的笑容。 那名首尔都市的主教看到了景久, 神情微变, 虽然看不到那少年的脸, 但那件蓝色运动服他怎么会忘记? 教室服垂到地面, 掩住快速移动的双脚, 他来到景久身边, 隐藏在石柱后的阴影里, 用无比谦卑的语气说道, 您来了。 景久没有想到会被这人看到, 摁了一声, 主教低着头, 您想坐哪里?